大家好,我是如伯 今天早上啊,我们抓条楼乳超大,15斤 这个水油池,看还有不有啊 这里去就是16斤了 16斤了 你要脏一点吗 好,到了 有没有抓上那个润气啊 他刚刚查到那个笼口,吃也吃不来 他这还没进去了 我那年搞一条沙鱼 搞一条沙鱼13斤 13斤呢,那个比这个还要长,有4个长 我把那个笼把它剪开了,拔起来了 那个时候好像是50块一斤吧 现在翻了很多倍 现在能遇到吗 入得到,这个东西说不定的 出汗就是人气 这就是大头虾 现在这个炸虾特别多 哦,差不多是炸虾,你看 啊,八爪鱼来了 第一条八爪鱼来了 八爪,八爪鱼 大家看那个八爪鱼和那个油鱼不同了啊 八爪鱼那个脚啊,长很多 那个油鱼那个脚就大很多,一点点长一点点长 形状也不同 形状也不同 这个笼子干净的,现在如下就多 哦,看,放花,放花来了 哦,还有暗钉 哦,这个,这是个什么东西,大家看啊 那这是什么,好长好长 哈哈哈哈,这就是铜扇 铜扇,我跟大家说,它跑的时候啊 它就是这个尾巴 这个尾巴特别厉害 现在的要抓一条很难 春天的时候多一点 大家看,这个黄花 应该就是个三两左右 别看这个黄花小啊 那个味道特别好吃 哈哈哈哈,还有一条暗钉 你看 你把这个,把吃 把吃把它拔掉啊 柠檬虾 还有一条那个小椎鱼在 好,再来 第一条什么鱼 一条那个凤尾鱼 这就是内地说的那种刀鱼一样的 其实不是刀鱼啊 明年春天啊,估计这个凤尾特别多 这个凤尾是长不大的,这个刀鱼可以长很大 这个凤尾最大的 它又是二两 不到二两 这个油渣,特别香 可以把这个骨头全部吃完 现在这个虾好多 大家看,这就是白虾 别看这个白虾小啊 很好吃,很好吃啊,很甜的 哇,八爪又来了 两条八爪 两条八爪,你看 牛尾,这就是炸肉里面的 唱歌婆,还有唱歌婆耶,看 唱歌婆都有两种,发文不同 一种带那个斑点形式的 有好多种品种 大家看,这个鞍瓜 立上去,你看,全部是肉 就是没有螃蟹 刚刚说没有螃蟹 就来了是吧 这个下面全部是石头 生蚝,有蚝的地方它有螃蟹 螃蟹就是吃蚝,吃贝类 哇,这个好东西,你看 这个螃蟹,不用烦的 肯定是蛮高 身上全部都红了,你看 哇,这个好东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是个什么 哈哈哈哈 好像这个 哦,这个好东西,你看 大家看,这是个什么东西 是斑 你看他把那个虾都 那个迪蒙它都搞死了,你看 这个刺渣了 就好厉害了 这就是芝娃斑 看那个斑点 看身上那个斑点 这个力很大很大的 这就是芝娃斑,你看 好肥这头儿 那个桂花鱼比这个鱼 要擦到哪里去哪里去 哈哈哈哈 今天人一起不说 哈哈哈哈 哈哈 小心啊 啊,不怕 他到我手上跑不掉了 大家在市场吃买 石斑的时候 别被那个商家 骗了 他这个斑肉 我听说 我听说 有三百多种 我现在好像是三种 四种斑 这个芝娃斑 我们抓的最多 就是油斑 芝麻斑 芝娃斑 比那个油斑 那就强多了啊 油斑 那个身上 全部是黑黑的 大家到市场上 如果说是 那个商家是骗你 油斑 芝麻斑 你分母亲 自己去看一下就是了 哦,这是个什么 哇 金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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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金虎吗 金虎 大家抓金虎的时候 千万千万要注意 它这个东西 这个刺炸了之后啊 那就真的很痛很痛了啊 它吃就很好吃 它这个刺炸得特别厉害的 在一个刺军骨的时候 有刀子没有啊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刺啊 这个边 从这里 把这个刺的根部 一定要把它切掉 它就才不苦 这个石头这里 看有螃蟹没有 看 这里没有螃蟹 就 别的地方就没有螃蟹 现在这个季节啊 搞到现在这个样子 我就心满意走了 这个有好多的地方 如果它没有螃蟹 外面就更加没有了 哈哈哈哈 不过这排东西可以了 搞了一个高线 搞起来好弱 哇 哈哈 看下面是个什么 看下面是个什么 有一斤多 一斤是肯定有 哇 你看 看 这个脚全部红了 你看 今天人去可以挖 嗯 今天搞这么多东西 肉麻还爬不着 你看他傻子 哈哈哈哈 好了 可以收工了 好多人啊 你在那个评论里面 问我们的老乡 找到没有 反正有 刚好半个人 还没有允许 有那个编房的 有副镇的 有副镇的 好多单位 吃枣个 好多人吃吃枣都没枣到 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传言没看到啊 人都没看到 这是今天我们的螃蟹 今天几个螃蟹 今天几个螃蟹 七个十个螃蟹 三个水蟹 一个肉蟹 六个高蟹今天有 现在的螃蟹 现在的螃蟹特别特别漂亮 你看 满满的高 成不是 就一个肉蟹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